爱秀你 爱秀你 想念活泼害羞的你 Do Re Mi Do Re Mi 唱这首歌给你听 爱秀你 爱秀你 想念活泼快乐的你 我要你 我要你 每天幸福小秘密 来秀你 秀你 我想你 想你 我必须感谢我的爸爸 就是因为爸爸是台湾的一个画家 叫谢孝德 爸爸在画画的时候 放当年七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 像Beatles 像Beatges Andy Williams那些的歌曲 然后呢同时爸爸又很喜欢 听客家三歌跟北管 然后妈妈呢喜欢听台语歌 也好跟凤飞飞 然后那时候 因为姑姑 两个姑姑还没有出嫁 他们也很喜欢听西洋歌 所以从小就是看爸爸画画 然后听西洋歌曲 跟爸爸放的客家三歌 八音北管 这个充斥在我的童年 那在国小的时候 虽然功课中等 但是画画一直给我一个自信 一个回馈 然后我觉得 我有很多感受 可以用画画画出来 可是你知道就是 我们就五年级生到国中以后 剃光头 然后念的是大志国中 当年是全国升学率最高的学校 他每年都大概有120个建宗 那我就好坏班分班以后就更惨 就是好班的最后一名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 整个的 对一个人好坏的评量都是用功课 所以那时候我就充满了自卑 然后体育课 美术课 音乐课 全部接去写考卷 我再怎么努力念 都是好班的后面 我非常非常大的挫折感 我以前就个子比较高 然后就变成班上的那种肉靶 因为功课不好 大家瞧不起你 然后我自己也有比较单纯 我觉得自己在国中的时候 好像是像国小 还是二三年级生的那种想法 我自己转古的时候 我对宇宙人生充满了疑惑 就说什么是生命 那什么是死亡 然后我就看佛经 看基督教的书 看得很浅 可是基督说 当你左脸被别人打 右脸也要给人家打 所以那时候我就 那班上霸凌我 我就让他们打 当肉靶子吧 我觉得在台湾的 传统教育里面 就是我觉得对人文 对艺术教育 是完全忽视的 那其实我觉得 真正教育重要的是去 去启发这些儿童或者青少年 其实是应该是对社会的关怀 去关怀 关怀身边的朋友 那相互的去照顾 可是这方面因为功利的主义 完全都被摒弃掉了 其实很多去欺负人 伤害人的 它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恐惧 其实对生命的恐惧 它其实这也是很悲哀的 就是说 是不是能从教育里面呢 能够 让大家有同理心 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那你就不会去欺负别人 其实所有的宗教 都有一种祈祷跟静心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甚至在小学教育啊 就是可以教学生深呼吸 然后简单的冥想的经验 其实你会发现人跟他人 跟这个地球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你知道这个法则之后 你其实就并不会去 因为恐惧而去做伤害人的动作 高中音乐念的是美术实验班 然后我们全班中正高中 那时候是第二届 台湾就要做实验 所以全班都是喜欢美术的 这个小朋友 那就变成物与类聚 然后就是过了非常快乐的三年 我从在国中在班上是俗大 然后到高三 就是高中三年变成班上 最受欢迎的人物 在我们那个年代 很多的外省级的老师 他上课相应非常重 我们都会去学老师讲话 那通常上那种老师的 又很老 一般同学全部都打瞌睡 鼻子都冒泡 就在全班全部碎成一片 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老兵 这个老人家 经过了国共内战到台湾 有这么丰富的生命经验 为什么上课大家在打瞌睡 后来我就 每次上课就坐在 面对老师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就什么事情 就一直问老师 就问老师之后呢 老师就整个心灵也开展起来 所以我现在自己又回北一大 50岁了 回去当学生 我看到现在年轻人 真的 我觉得很可惜 不会珍惜 就是 很多其实很优秀的老师 要跟老师挖东西 甚至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跟老师有互动的时候 老师的那个 心灵也开展起来 他开始不断有一种互动 能量的交流 那老师就可以把更多的知识 传授给你 你 我那个时候参加了佛学社 参加了合唱团 参加了词曲创作社 然后三个社团的生活 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 像合唱对我未来的创作 听到了很多的 比如木歌 宗教歌曲 有没有唱过什么 贝多芬的那种 加冕弥撒 圣诞歌曲 那是各式各样的歌曲 变成合唱曲 那佛学社给我很多的 这个生命心灵的滋养 听过很多大师的演讲 那词曲创作社 也就是影响我最大的 就是 因为他从民歌时代 就成立这个社团 好像这个社团 最早创立人 起来 《贵人沙城》这首歌 是来自文化大学的 这个词曲创作社 那后来就创作了一些歌曲 刚好那个时代呢 是1990年初 台湾1988年解研吧 那时候整个台湾 有一个叫做 本土新民谣运动 陈明璋唱出下午的一出戏 然后那个林强唱 《向前驾》 以前都是 教育我们就是 从广州到北京要 经过什么铁路 可是你从台湾 从台北到屏东 经过哪些县市你不会写 所以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土地 完全都没有了解 所以就开始尝试 没有客家的歌手 为客家人写歌 那我就想说 为我的母语贡献一些心力 但是我从很小就知道 就说 我以客家人为荣 但是不是那种族群法西式主义 那可是很奇怪 爸爸跟我说客家人很了不起 就是国父这么伟大的人是客家人 可是为什么我到市场的时候 每次跟婆婆 跟她买菜的客家人 讲完客家话之后呢 后来我跑去菜市场 想跟她没有客家话讲 他们可能认不得我是谁 然后会用很惊恐的眼光 我说你不是会讲客家话 他说我不会讲 为什么客家人 为什么一个族群 会不敢认同自己 我们社会文化 都在追逐西方的价值观 比方说现在有最新的EDM 有嘻哈 我们就去模仿 模仿得越像 他就是越屌 可是你去国外 他不要看你这些东西 他说他会问你 台湾有什么东西 他喜欢听你的Lakashi 他要你的南管北管 比方说我们听Flamingo 他那种悲壮的那种 嘹亮的唱的那种唱腔 所以他不是我们文化 为什么我们会感动 我觉得就是地球土地 长出来不一样的这些花朵 但它根源都来自这个地球 都来自人类的灵魂 所以 我觉得基于这个角度 所以我就在做 台湾的客家音乐 一下就快30年 其实我本来在国中的时候 就是在转古的时候 念佛经 那时候我很想当和尚 那时候爸爸就说 我儿子养你那么大 你要出家 我现在就跳下去 你是要看我跳下去 还是把现在把这碗肉吃下去 然后后来我爸说一句话说 艺术就是你的宗教 你不一定要去 去陷在宗教的这个超旧里面 是 艺术是我的宗教 我那时候听不太懂 后来到大学以后 我发现 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你追求艺术的美善的话 好的艺术作品 它同样有宗教的功能 我觉得艺术创作 不管你用任何的形式 我觉得生命 在你的心里面 累积像酿酒一样 当这种感觉出来 也许你呈现一种色彩的感觉 或者是一种旋律的感觉 把它把生命的喜怒哀乐 酿成一种美善的酒 让别人来欣赏 就算是悲伤吧 当你悲伤的时候 你唱到这首歌 你的悲伤心情 也可以得到释放跟疏解 这个多好 你知道以前在唐朝之前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音乐嘛 那因为唐朝的那个李渊 他就是鲜卑人 那他自己喜欢的是胡乐 所以唐朝的时候就大兴胡乐 那所以你说音乐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是绝对有关系的 我们以前都被好像被两党绑架了 像我自己刚退伍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做客家音乐 那那个时候民进党 我觉得还是一个 站在反对党 一个改革的角色 就是台湾流行 那个每个候选人有竞选歌的第一首歌 最早写的是詹洪达老师 那台北新故乡的课语版就是我演唱 我觉得四年之后 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我发现变职了 就是炒弄族群 然后撕裂族群 我特别难过就是 说一直在消费228 228真的是历史的伤口 可是我觉得他们一直拿那个提款机去消费 然后特别就我听到最难过是说 叫外省猪滚回去 我小时候看孤独的老兵 已经六七十岁七十几岁 在拖那个垃圾 那些很苦 他们离开了家乡 怎么可以这样去践踏他们 后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因为政治关系 要撕裂这个族群 我觉得这真的是 人世间真的非常令人伤痛的一件事情 我写了一首歌 让悲情走远 就说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个历史的伤口 但是要走出这个阴霾 迈向更美好的台湾 如果你是真诚的关心这个社会 你真的是很诚恳的表达你的意见 那那个作品自然还是会有说话的力量 但你只是为了缝音拍马写一些歌的话 我觉得那个歌可能也就是不重要 然后就是 你就变成一个水波逐流的创作者 但我觉得艺术绝对是要关心时代 关心社会的 人生来一趟这个地球 好像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生命跟灵魂的斗士 就好像你自己是导演 在演出一戏 然后宗教里面藏着一种觉察心 你怎么样觉察自己能够是一个更 更宽大胸襟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演出一个大师级的作品 他说大师级的作品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讯息 比方说你讲说不定 他里面的吃的东西都很有学问 那这边打架吵架都很有学问 当你回想说 哇 我这场电影演的还不错 这样子 其实是我写了13首的唐诗用课语 然后加上爵士乐 然后来演唱这个古典的文学 另外呢 这张专题每一首歌都有请这个客家的祈老 用客家的鼓调先吟唱一遍 然后再用我的创作 然后再唱一遍 那么这张童谣专辑呢 是我第二集 其实一首好听的耳歌 它不见得是耳歌 是一首好的流行歌曲 像Beatles的Yellow Summary 大家都会唱 你可以说它是童谣 它也是一首很有趣的耳歌 所以我也用这样的概念 来做《昂关国2》 那这张 因为客家还比较保守 这张我放了很多电子舞曲的那种风格 然后老摇滚的风格放进去 里面可以偷偷听到 比方听到Beatles一点点的那个味道 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我对我自我怀疑跟恐惧 浪费掉太多的时间了 如果要我从头来过的话 我不会这么多的自我怀疑 而且比方说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音乐 那个恐惧跟自我怀疑 在消耗内耗的时间 大概花了七成的时间 我真的只花三成在做 如果你用三分的怀疑 用七分的时间来工作的话 我想你在 再怎么没有天分的人 都能够走出一条路来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就是不要自我怀疑 不要恐惧 相信自己 然后也原谅自己 包容自己 念念相继必有回应 这是真的 你跑出一终一步 是想要非我怀疑 猎你 莱坦 是想要回报 是想要回报 你是想要回报 你是想要回报 是想要回报 我是想要回报 Good night Good night